欢迎回来交流流 今次去荃湾碧画村看看 在荃湾港铁站上盖荃湾站巴士站上车 坐51号巴士去光板田村二段 坐的两个站都几贵的 巴士班次都不算太频密 大家都要注意 坐了大约10分钟 我们就在光板田村二段站下车 下车之后向右往下走 今次这个交流应该是最近市区的一集 在这个位置过马路 来到光板田村二段 在村口已经被这些花哩花鹿的图案吸引 这条壁画村除了墙壁之外 在地下都有画 图画的内容都和这条村有关 难道这里以前养过猪 快点上去看看 这条彩虹楼梯都几美 在这里拍照按赞应该不错 看下来看看 这里都是一般民居 记住不要圈挖和戴口罩 原来这里曾经都是猪油厂和养蜂墙 而且都是以盛产大树菠萝而文明 每年都会举办大树菠萝节 这些猪子很可爱 这幅画画了大树菠萝 好有热带的感觉 这条村的壁画相当密集 看下 走了无奈就可以全部看完 全程都不用一个小时 相当方便 各位有兴趣都来看看 今次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 记得订阅和按钟仔